塞尔维亚爆发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造成了17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都是孩童 首都贝尔格勒出现了反政府的抗议潮 有不少民众全涌进了首都的街头 甚至还封锁了一座关键桥梁 这是他们一周内第二次反政府的抗议活动 示威者还高举着一面黑色的看板 上头就写着塞尔维亚反对暴力 并谴责民粹主义的总统武器旗 导致国内出现了分裂状况 间接造成了大规模的枪击案件 抗议群众是要求多名政府官员下台 更点名有几家鼓吹暴力的媒体要关门